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您是否有用除职金购物的习惯呢 这类先付费后享受的预付型交易 其实暗藏隐忧 今年4月 东区知名的服饰店 魔法衣除无预警的歇业 上百名会员总价值近百万的除职金 统统被业者卷款而逃 老板人间蒸发 消费者求助无门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 双北市连锁的美白牙齿诊所 由于业者涉嫌违反医师法 遭剪掉查扣器材 民众预先除职的美白牙齿课程 无法使用 消费者想要退费 却迟迟等不到消息 其实这类的预付型消费纠纷 屡见不鲜 民众以礼券除职金等促销方式购买 自以为多买多赚 却往往忽略背后必须承担的风险 接下来我们就从两起消费纠纷 带你来看除职金的诱惑 这边就是这三间之前都是魔法医处的店面 我之前还蛮常来这边的 很震惊就是我当时是看新闻 然后就突然看魔法医处不是我常常买衣服的地方 然后怎么倒了 我就想说我不是还有钱在那边吗 对不起 您拨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名后再拨 我觉得除职金这件事情 就是对消费者还蛮没有保障的 这件是我在魔法医处买 这件差不多4000多 然后这件差不多3000左右 然后是拍照场合穿的 打开桑尼的衣橱 一件件质感服饰陈列集中 这些全都是他在知名服饰店 魔法衣橱买来的战利品 这件大概5600左右 就是最后一次买的 没想到买完之后他就店就倒了 位在台北东区的知名服饰店 魔法衣橱深受不少女性顾客喜爱 但却惊传无预警倒闭 老板员工省引不少顾客气坏 他因为自己的除职金都拿不回来 为在台北东区主打高级定制服的魔法衣橱 除了提供女性定制私服 还会从国外批发各类的流行服饰 多样化的选择吸引了无数亿人贵妇来电消费 透过了缴纳除职金成为会员 便能享有额外的折扣优惠 用除职金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存3万 就会变成永久会员 然后好像买衣服会有85折 其实除职金对我来说还蛮有诱惑的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优惠 比如说存1万然后多送很多的钱这样子 像这件也是魔法衣橱的 还有这件 这两件是同款 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他们的这款衣服 然后我还包色 抵挡不住除职金的诱惑 三年四五年下来 已经陆续在店内除职数十万元 倒闭前半年就是特别常直播 直播推销 然后还有鼓吹大家一直存除职金 我们已经有除职金的情况下 它会突然说某几个月份 这些除职金不能用 如果你想要买东西的话 要再存新的除职金 尽管对除职金制度 以及使用方式存有疑虑 但是高额的回馈金以及折扣 加上店员的话数利用 仍然让许多无知消费者 仿佛被洗脑一样 一步一步掉进业者的除职金圈套 像我这一天就是存了1万块 然后使用3000多 然后剩下6000多这样子 这一排是我除职的金额 然后这一排是剩下的 所以我最后还剩下25245 然后店家就倒闭了 翻开过去的交易明细 一笔一笔的除职金 都是桑尼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魔法衣橱事件 受害者不止桑尼一人 打开自救会群组 还有上百人 像这些里面都是我们自救会 受害者剩余的金额 就大家其实都还剩蛮多的 就每个都是几万几万 像这个9万5000多 就我看到新闻 店家倒闭的讯息以后 我就是想要用来联络店家 看看有没有办法 把我的钱退回来 结果就是发现他 店家把大家全部提出好友了 所以就也联络不上店家 然后所以就觉得蛮生气的 这么不负责任 根据台北市法务局统计 双北市总共收到 68件魔法衣橱的消费申诉案件 受害消费者超过140元 损失金额上看260万 其中未使用的除值金 就超过80万 最高单笔除值金额 将近10万元 这种服饰类的 预付除值的交易纠纷 在以往是比较少见 那这一次应该也算是 我们近年来第一次见到 这样子服饰类除值 然后发生业者倒闭的 大宗消费争议事件 类似的除值金消费纠纷层出不穷 今年7月份 台北市新义区 新北市新庄区 连锁的牙齿美白诊所 因为涉嫌违反医师法 遭到检调搜索 并且查扣了店内器材 业者无预警宣布停业 消费者过去除值的 美白牙齿课程 无法预约使用 上百名会员 灌报了Google评论 要求退废 医师法的规定 大概是 不具医师资格人 提供医疗行为 那有民众去这样检举 所以新北的检察官 就发动了调查 那会同新北的刑事警察局 跟台北跟新北的卫生局 到台北跟新北的 这两个营业据点 来去搜索 去年12月 施小姐参加诊所 所举办的促销活动 只要处置消费金额 排名前三名 就能够获得丰厚奖励 这是那时候跨年的活动 然后我拿到第二名 送我的爱佩尔 还有漱口水 跟70堂的课程 除职送爱佩的活动奖励 加上不限本人 没有使用旗舰的优惠条件 让师小姐一口气 就除职了八万多元 原先一堂 要价3000元的 美白牙齿课程 预先除职 优惠折扣换算下来 一堂课 只要1000多元 谁也没想到 70多堂的美白牙齿课程 才使用不到食堂 业者就无预警宣告停业 根据四舊会统计 受害人数将近250人 其中师小姐 就是损失金额 最高的受害者 满洲的申诉公文 全是师小姐 消费自救的血泪记录 事发之后 她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也求助卫生局 法务局等等单位 但是至今 仍然要不回当初 出职的课程金额 其实这类先付费 后享受的预付型交易 根据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商品服务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事项当中明文规定 应该存在履约担保机制 由第三方的可信机构 像是银行 电子支付等等金融单位 代为保管款项 一旦发生了消费争议 第三方机构便可以提拨保管款项 返还给消费者 只不过 进一步检视市面上 具有履约担保的消费产品 包括了补习 网际网络教学 瘦身美容 美容 预售乌 健身中心 健身课程 生前殡葬服务 纳古塔 电子支付 洗衣 礼券等等 主要的十大类产品当中 其实并不涵盖服饰类 以及医美类型 也就导致了部分消费者 求助无门 此外律师提醒 并非每一种消费类型 都适合预付型交易 医美诊所 如果以疗程金 团购或是限时特价 等等手法 吸引民众预付除职 都可能撤犯医疗法 可除五万元 到二十万元的行政罚还 卫福部是认为说 美牌牙齿 一样是医疗行为 医疗行为 这种东西本来就是 我去看一次医师 付一次钱 卫福部他就认为说 你实际上 如果一整个疗程 需要十次 那你就去一次 收一次钱 那你没有必要 一次就收起十次的钱 卫福部就是希望说 这是医疗行为 不是消费行为 面对除职 预付型的消费争议 消保官提醒 民众在购物前 应该仔细审视 购物的契约内容 在消费时 应该尽量选择 刷卡方式付款 在消费之后 也应该妥善保留 消费单据 确保自身权益 如果是刷信用卡 来购买的话 后续业者 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话 消费者是可以 跟发卡行申请 信用卡争议账款 在这个业者 无法提供服务之后的 一百二十天内 提出申请 而且提出申请的当时 距离刷卡的清算日 没有超过五百四十天 这样的期限内 来提出申请 无论是魔法医疏事件 还是美白牙齿课程争议 预付型的消费纠纷 越来越多 衍生的受害人数 与金额也越来越高 当业者寄出了 诱人的优惠价格战 消费者千万别以为 自己多买多赚 面对除纸巾的诱惑 除了量力而为 还得三思而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